香港政府加速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 特首李家超30号举行记者会 宣布正式展开立法咨询 其中的内容预期会进一步限缩香港谨慎不多的自由 港府提出的咨询文件中 除了所谓完善现有法律以外 也建议新增所谓叛乱罪、境外干预罪 以及预防电子系统危害国安的相关法律等 此外还特别点名台湾 说要将现行的法律中禁止台港团体联系的相关条文纳入立法 并设下更严厉的限制 而港府推动23条立法的消息也重重冲击香港股市 30号开记者会同时恒生指数跌穿16000点 跌幅超过2% 而学者也预测如果23条立法完成 只会让在香港的经商环境继续恶化 香港民运人士罗冠聪以2018年的孟晚舟案为例 指出外国人日后在香港可能面临的困境 当年中共任意拘捕了两位加拿大人 逼迫加拿大政府展开人质外交 显示出只要当局有心 外国人随时都可能被抓 而英国人权家罗杰斯更是批评说 港府的做法是要在香港自由的棺材上 钉上更深的钉子 这次香港政府提出的23条立法咨询 时间只有短短一个月 比起先前缩短不少 让外界质疑只是走过场 另外日前也有港媒报导 港府预计要抢在7月立法会修会前 完成23条的立法 新唐人亚太电视洪玉廷李一红综合报导